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继续讲述 静海杀人抛尸案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民警啊远赴广州 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女人 叫阿兰 阿兰一开始死活不承认认识高仪 后来经过四五个小时的 工艰工作 阿兰终于说实话了 阿兰说了 过去啊 我在天津境海待过一段时间 在当地呢 我认识了一个叫金云光的 后来我到广州之后 我们也经常保持联系 今年三月十四号 他打电话来说 说有个朋友 想到广州呢 联系些生意 让我帮忙照顾一下 几天以后那人终于来了 他自己说叫宋志伟 说话呢 也是静海口音 他说是金云光的表弟 来这联系生意的 为了朋友情意吧 我呢 我呢就把他安排在我空闲的房子里边 每天上午啊 我都得跟邻居们打几个钟头的麻将 所以白天家里呢就只有他一个人 他来广州之后 我发现他天天待在家里看电视 心事重重的 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样子 我当时啊 也有疑虑 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来广州这避难的 我进屋呢 给他送水 发现他趴在床上摆弄手机 样子好像是给人发送短信 他看我进屋之后 还有些慌乱 3月17号 他突然对我说他要回去了 临走那天呢 给我一个面值30块钱的IC卡 上面还有十几块钱电话费 让我把它用完了 我后来用这个电话卡 打了十几个电话 这才扔掉的 4月17号 金云光突然打电话问我 是不是用那电话卡打过电话 我说用过了 他还显得挺焦躁的 让我不要再打了 具体什么原因呢 他也没讲 但我感到那边啊 似乎发生了什么事 一张电话卡 让隐藏在背后的真凶 终于浮出了水面 他们立刻将情况反馈到天津 第二天办案民警经过蹲守 把涉嫌杀人 抛尸的金云光 以及宋志伟先后抓获 在证据面前 这俩人还是不认账呢 可是啊 坚持了十几个小时之后 最后还是 心里防线彻底崩溃了 38岁的金云光 在村里可是个人物 多年在社会上闯荡 让他结交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闲杂人士啊 平时在村子里呢 也没人敢招惹他 所以当他的童年好友进监狱之后 他们的目光就锁定在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孙学珍身上 一来二去 目的达到了 孙学珍呢 真是搞到手了 可是 村子里有明眼人呢 人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议论纷纷 这样的舆论 对于有家有事的金云光来说 这可不好 而对孙学珍来说 那更是一种致命打击啊 啊 这样子的偷情行为 人谁都不会当面说 邀学珍 跟云光好上了 邀宁光 你媳妇在家怎么办呢 啊 跟学珍天天鬼混去 没人当面这么说啊 但是暗地里边 无数双的眼睛在关注着 人不当他们面的时候 人就该开始议论了 你看 云光这人啊 哎呦 就跟人高姨媳妇 跟学珍搞上了 你这 什么事啊 这就 一年半之后 高姨回到家不久 这个消息呢 就传到他耳朵里 这是什么 这叫夺妻之恨呢 啊 高姨啊 其实平时 也不太敢惹金云光 可这回不行了 你这是 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 所以呢 他依然向金云光宣战 金云光不怕他 就是不希望把事情闹大 毕竟理亏呀 所以呢 我不理你这一套 全家就搬出村子了 图个清静 而对于高姨来说 一方面在找金云光 另一方面呢 也没放过妻子孙学珍 俩人感情迅速恶化 最后 高姨坚决要求离婚 开始分居 孙学珍 自己一个人 到县城租了一处独单 等待着丈夫 最后能够原谅的 但是孙学珍呢 不希望的局面 还是出现了 高姨呢 不顾人们的劝阻 执意要跟他离婚 孙学珍 眼瞅着 这感情也符合不了了 离就离吧 就同意了 失去家庭 失去亲情 孙学珍心里也不痛快呀 他呢 就把所有的怨恨 发到金云光身上了 都是你害的 我没有老公了 没有孩子了 没有家了 自己也不琢磨琢磨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当天下午呢 回家路上 整巧碰见金云光回村 俩人在路上就吵起来了 孙学珍说了 因为我被丈夫抛弃了 你得赔偿我经济损失 无论金云光怎么解释 孙学珍就是不肯罢休 金云光无奈之下 只好把他带到父亲住的房子里 咱先进屋 有话好好说 这样的谈话 你说能有什么结果呀 金云光感觉孙学珍呢 已经孤注一掷了 豁出去了 因为孙学珍呢 硬是逼着金云光 要对他今后的生活负责 你要么给我钱 要么你离婚 可这金云光目前的家庭情况 不允许他离婚的 再者说了 偷情是偷情 跟你结婚这事 我不答应 我跟你结了 转过眼来 没准你又跟谁鬼混去了 我怎么会要你呢 反正无休止的纠缠和吵闹 让这金云光啊 也害怕 也烦躁 万一说对方 找到我老婆 把事情抖了给我老婆 我这日子过不过了 这时候金云光下定决心 我得杀了孙学珍 于是啊 他先态度缓和下来 哎呀 行了行了 学珍呢 别生气 有话好好说呀 啊 来 喝点水 吃点水果啊 接着 就喊来表弟宋志伟 把自己杀人计划 就说了一遍 天黑了 俩人呢 借口张了晚饭 趁孙学珍低头拿东西的一瞬间 用一根尼龙绳 就勒住了孙学珍的脖子 当场就勒死了 然后把他捆绑好 装进一个布口袋里边 又坠上了水泥块 随后趁着夜色 开着桑塔纳汽车 把他扔进几里地之外的弯弯河里 抛尸之后 把随身的物品也都毁掉了 随后又把目光瞄准了高仪 因为从村里人的议论之中得知 高仪开始反悔 四处找孙学珍呢 原来啊 离婚之后不久 这高仪啊 突然没媳妇了 他这心里也失落 他是真喜欢这媳妇 哎呀 我前几天是不是有点过了 哎呀 他不至于离婚呢 经过几天思考 他决定不计前嫌 把妻子再找回来 复婚接着过日子 可连着找几天 都找不见孙学珍 打手机也是关机 他就感觉 媳妇可能出事了 他猜想着呀 媳妇的失踪 可能和金云光有关 就开始四处打探 金云光的下落 听见这风声金云光 赶紧和宋志伟商量 既然这样 一不做二不就 把他一块干了 2月27号傍晚 独自一个人骑车回家的高仪 走在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上 突然遭到几个陌生男人的拦截 为首的是金云光和宋志伟 剩下的他是真不认识 一拥而上把高仪就打昏过去了 接着用车把高仪劫持到金云光家房子里 用绳子把他当场勒死 接着呢又开车把尸体扔在了天津市西清区 一条废弃的水渠内 这样一场畸形的婚外情发展到最后 以如此血腥的方式来结束 这真是天作孽有可树 自作孽不可活呀 再提一嘴 宋志伟为什么对他表哥金云光 这么忠心耿耿呢 因为宋志伟当年呢偷了金云光 一万多块钱现金 让公安机关抓着了 金云光知道是表弟干的之后 费尽周折的免出了宋志伟的所有的相关处罚 哎呦宋志伟这时候感恩戴德 你看我哥对我就是好啊 我偷他的钱 他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计前嫌 你看这么帮我 我以后我得报答他 他就用了这样的报答方式 用剥夺别人的生命为代价 来弥补当年金云光对他的所谓的恩情 你看这也是做的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过去啊 人们总会在这个案头上毛笔写几个大字 借交 借造 现在我感觉很多人有必要再写上俩大字 借作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最近咱们非兴凡文化呀 又上线了一档悬疑推理有声剧 叫冷推理 小伙伴们呢 推荐给我听 没想到听了一集呀 就上头了 故事情节紧凑 演绎的呢 也挺生动 所以在这儿啊 也推荐给大伙 感兴趣的听友 在喜马拉雅搜索冷推理 一起加入推理大冒险 一边 杨阳